大家好,我是阿胖 又到吃佛手瓜的季节了 为什么懂吃的人喜欢吃佛手瓜呢? 因为佛手瓜是一个好瓜 它的生长环境是这样的 天气冷它就长得好 所以在生长的过程中 几乎不会发生什么病虫害 就不会给它打农药 是一种很绿色的蔬菜 而且佛手瓜还特别能做果 一颗瓜秧就能够结果200个左右 所以卖得非常便宜 我这是六瓣钱一斤 佛手瓜不仅营养高 口感也不错 清甜脆口 今天就来分享一个它的好吃做法 我们先来挑选佛手瓜 要选这种表皮发绿不发黄 而且上面还没有长刺的佛手瓜 这样呢就比较嫩 吃起来会脆口 下面准备两到三个小嫩佛手瓜 先对半切开 再把里面的糊去掉 这个糊也没什么营养 吃着还影响口感 去掉就行了 接下来再把它切成小薄片 佛手瓜粘液 很容易引起过敏 切的时候 我们最好戴个手套 切好放入筐中 然后准备五粒大蒜 先用刀拍扁 再切成碎一点的蒜末 再切点葱花 再准备一根辣椒 切成圈 不能吃辣的可以不佳 切好放入盘中 然后准备两块钱的五花肉 先给它切成小薄片 也不要切太薄 太薄的话 油脂煎出去后 剩下的肉片 就会吃起来发柴不香 切好装入盘中 炒锅中加入一点食用油 放入五花肉片 开小火 把里面的油脂慢慢煎出来 煎到肉片金黄 油脂也出来了 这样肉片吃着不柴还会香 然后倒入小香料 继续小火炒出香味 香味出来后 倒入佛手瓜片 然后转成大火 给它炒一分钟 再根据自己盐味大小 加入食用盐 生抽 蚝油 把调料翻炒均匀 再炒一分钟 然后沿着锅边加一点香醋 喜欢吃酸的就多放一点 炒出醋香味就可以了 炒好把它装入盘中 这样炒出来的佛手瓜 不仅做法简单 吃着也不错 口感清脆爽口 加上佛手瓜本身带有清甜味 这样炒非常的下饭 一天一次也不腻 佛手瓜含有大量的新元素 对大脑发育好 尤其是生长期的儿童 多吃一点非常不错 喜欢就点赞收藏一下吧 我是阿胖 谢谢您的观看